新冠疫情发生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变化 首先就是尝试了极简主义 从职业女性到被迫失业的全职妈妈 我最大的变化是收入少了 所以对花销和支出就更加谨慎 这一年基本上没有给自己添加薪的东西 购物车里也是宝宝们的必需品 然而我却发现,没有加薪的物品对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相反,在整理屋子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我原来拥有却不怎么使用的东西 所以坚持以后只买必需品 把钱留着放在更需要的地方 第二是精神层面的富足 长期的封锁,窝在家里不可避免会让人感到焦虑和无奈 但是如果能有自己坚持的爱好 就不会那么容易感到无聊和空虚了 我经常看到英国街头的老爷爷老奶奶 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整理花园,读书 我就非常的羡慕 我希望我也有自己坚持的爱好 有精神层面的快乐和富足 物质所带给人的满足感远远不及精神带给人的深刻而有意义 最后一点对我的改变就是要有自律的生活习惯 我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更需要自律起来 按时起床,打扫卫生,吃饭,睡觉,健身 如果总是把时间浪费在刷手机看剧 一天过去后会感到很疲惫和无聊 但是如果自律起来,计划好自己的一天 就会感到元气满满 慢慢自律就成了习惯,生活更加充盈 我不喜欢因为疫情给我带来的失业 不能见家人和朋友 但同时又感谢疫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我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一两年 我可以全心全意地陪伴佐佐悠悠的成长 最后分享一句话是 Every change is good 我原来的经理分享给我的 每一个改变都是好的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个改变 与大家共勉 每一个改变都是好的 和生活坠筒的 分不够的 自己放不够的 Nej够的天才能够的 最终的天才能够的 那麸都不够的天才是 互我已经行入手